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中国面对着国际追责的声浪就不断了 今天德国情报部门揭发 原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经亲自致电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要求他将疫情淡化 到底整件事是怎样的 根据德国媒体明镜周刊 引述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消息所说 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1月21日的时候 曾经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电话 他亲自要求世卫组织 不要发布病毒能够人传人的讯息 以及要延迟全球大流行的警告 去到1月23日的时候 中国政府就在武汉实施了封城的措施 世卫组织一直沉默 直到1月底时才肯宣布 疫情已经成为了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德国联邦情报局就认为 如果不是中国隐瞒真相的话 疫情是会容易控制得多 他们的结论就说 由于中国政府封锁消息的关系 全球就损失了4至6个星期的时间 去对抗病毒 而另一家德国媒体《蓝德日报》就报道 说罗伯特科克研究所的专家都相信 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 中国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 为了有效防疫 研究所的主管只能够向德国联邦情报局求助 中国驻德国大使不肯就有回应 他说中国的快速反应 令到全世界有至少6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 可惜很多国家都没有好好利用 有些政治人物甚至说 这个只不过是流行性感冒 相信他最后一句就是怯着特朗普 特朗普在初期的时候 的而且确也是轻视了这个疫情 不过这个已经是后话了 如果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指控是查明属实的话 就已经是推翻了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那种说法了 中国政府经常强调 说中国在应对疫情的时候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而且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争取了6个星期的时间 做好防疫的准备 不过就算是中国政府的说法 也有明显的漏洞 就是你们在爆发初期的时候 摆到明就是牵涉到一些门报漏报 和隐瞒真相的情况 中国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已经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只不过是在微信群组当中 说了一句半句 都已经是要租资他了 已经是要拿他去审讯了 那你说这些是不是牵涉到隐瞒真相呢 好了 那你那个说法就说到中国好像救世者那样 为全世界争取到时间 但是现在德国联邦情报局就说收到情报 是习近平亲自致电谭德塞 叫他不要发布人传人的消息 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呢 所以这个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么重要就是这样 中国经常说不让人查 实情也不只是查你一个 还有世卫组织都应该立入这个调查范围 尤其是这个总干事谭德塞 和那班世卫的高级官员 一定都要调查他 到底这班人背后是否收受了什么利益呢 为什么他们去说话的时候 每每每都考虑到某些个别国家的利益呢 到底他们是为个别国家服务 还是为全球服务呢 这些都值得去作出调查 所以中国不用经常出来大喊实地说 就说国际调查就只是针对他 不是 连世卫组织都要查一份 很多东西都需要查的 至于这个中国驻德国大使其实就想玩臭丛论 就说你那些外国政客就是说特朗普 你自己都以为这个疫情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 你自己都这样说过 他有这样说过 美国的选民就会作出明智的选择 对不对 关你什么事 还有他说过也不止这么少东西 对不对 经常被人回带 还有什么 比如说他进入口罩厂 视察的时候 他自己本人就不戴口罩 只是戴个眼罩 或者他自己在Twitter上 无厘地说可以喝消毒水 他是可以杀菌的杀毒的 那你也可以去查一下他 到底为什么他说这些说话 中国政府绝对可以认为 特朗普说这些说话是愚蠢的 没有人逼你认同他 但是特朗普说这些说话 就算是错也好 起码来说他没有牵涉到隐瞒真相 和你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的所作所为 根本上是无可比性 完全是两码子的事 你就不能玩臭丛论 就说特朗普也是这样 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呢 这些完全是两回事 你中国如果查明属实是有隐瞒真相 那你可以使用到国际追责 这是为了国际追责提供了非常强而有力的弹药 就算目前已经有情报显示 说这个病毒是自然产生的 不涉及任何基因改造或者人工展触 但是如果中国在爆发初期被证实 真的有隐瞒真相 甚至乎正如德国联邦情报局所说 就是中国糾同世卫组织 一起来隐瞒全世界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证据了 如果你不是去困了全世界的话 人家一早就知道人传人 可能就提早了一个多月 就切断和你中国的班机的来往 或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中国一样是难辞其咎 说起这个世卫组织 实际世卫的年度大会 将会在5月18日的时候举行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在今天致涵了55个国家 要求他们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组织 实际这封信有四个人来到联署 分别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以及这两个委员会的首席议员 所以是跨党派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人都包括在内 这封信说全世界都很努力阻止疫情继续发展下去 故此 确保所有国家将全球健康和安全 置于政治之上变得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 台湾一直寻求参加这次世卫大会 并得到了美国和几个盟友的支持 但中国说要按照一个中国的政策 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声称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是政治问题 而不是健康问题 他们就在信里头敦促这55个国家的政府 和美国政府一起解决台湾 立入世卫组织这个紧逼问题 这封信件到底是发给那55个国家 包括欧盟 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 东南亚国家 以及澳洲纽西兰 实际上这次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发信行动 根本就是在履行当初他们通过的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说得很清楚 说要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 使得台湾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参与的程度更多 现在正正正在履行他们的职责 台北法案其实比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通过时间更加之后 但似乎执行的细节和执行程度 比起人权法更加之高 这就可以反映得出 虽然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 在美国手上都是针对中国的两张王牌 但在用起上来的时候 美国很明显是仲视台湾多一点 至于在这封信里头 其实还提到 说联合国2758号的决议 没有处理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 这个我也想说一说 实际这个联大2758号的决议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里头就写得很清楚 就说要承认中共政府的代表 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至于蒋介石的代表 就是非法占据席位 于是要将他们驱逐出去 到底美国现在这个说法 就说当时没有处理到台湾是哪个代表的问题 说不说过去的 首先来说 当时在这份联大决议当中 就说蒋介石的代表是非法代表 但是里头所指的非法 其实对象是说中国 就不是说他是台湾的非法代表 而是中国的非法代表 于是在当时开始 中共政府就继承了中国这个政索 成为了联合国的成员 成为了安理会的五大国之一 好了第二件事 但是台湾在其后的确是用过不同的名义去参加一些世界性的组织 比如说参加奥运的时候他就用中华台北 参加世卫组织当时成为观察员的时候 他也是用中华台北 当然他就没有再用中华民国这个名义 或者用台湾这个名义 但是这个很明显地是反映得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代表得到台湾 否则他需要用另外一个名义来自行一个代表 在这些世界性的组织当中 第三件事就是 其实自从这个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以来 喂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未有一天有效地管治过台湾的 当年又打什么金門炮战有什么又盛 喂 打来打去这个台澎金马始终都是管治不到 所以我又觉得美国现在这种说法 当然他就有这个政治需要才这么说 但是他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中共政府经常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大家翻查一下文献就会知道 实际最早统治台湾的是哪一个国家呢 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这是有文献记载的 不是讲远古神话 皇帝严帝完全没有记载没有信使 这个有记载的记录就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虽然你说自古以来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些完全是没有道理的 是没有证据的 所以我就觉得 美国在这封信里头的说法 不是没有道理的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